他是我见过咬手指最帅的男人 他没有呼吸没有心跳 不会老也不会死 即使只剩下一只手 也能重新长出身体 无心的右手来到青云观 他爬上出陈子的后背 谁 什么手 月牙和顾玄武文生赶到 只见出陈子被吓得晕倒在地 一只手正在拍打想要叫醒他 月牙看出这只手是无心的 怎么越看他 越想无心的手啊 这样你也能看得出来 月牙试探地叫着无心的名字 断手在地上写下我是无心似的大字 月牙伤心地瘫倒在地 上次少了半个脑袋 这次怎么就剩一只手了 月牙回到房间拿出一个竹框 把无心的手放了进去 不管怎么样他都会好好照顾无心 无心让他不要担心 自己很快就会再找回来 他怕自己会吓到月牙 此后便和顾玄武住在了一起 月牙每天拿肉汤给他泡走 很快无心的断手便进化成了一个圆球 接着圆球又长成一只大虫 最后大虫分出四只和五关 退去满身的白毛 脱胎换骨的无心再次出现在月牙面前 顾玄武想要东山再起 他告诉无心自己有三箱黄金藏在猪头山 只要无心帮他一起挖出宝藏 他就能招兵买马干掉张显宗 顺便帮无心除掉月起罗 无心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与其座椅代毙不如主动出击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 无心三人等到天黑才来到猪头山 等到了地方 无心察觉到了不对劲 刚刚还从鸣鸟叫的山林瞬间变得十分寂静 静得让人害怕 顾玄武让他不要疑神疑鬼 赶紧挖完金子回家睡觉 这时月起罗也赶了过来 原来他们的计划早就被月起罗听到 无心和顾玄武合力掀开石板 下方竟是一出洞穴 为了以防不测 无心率先跳下去探路 月牙在中间 顾玄武断后 等顾玄武系好绳子 发现月牙还在身边 以为是他害怕 便自己先跳下去接住他 可下去之后顾玄武就发现月牙变得十分诡异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月牙变掐住他的脖子 把他抵在了墙壁上 当无心赶到时 只见一个指人正死死按着顾玄武 无心急忙驱散指人 他知道这是月起罗追来了 他们必须赶紧逃出这个山洞 此时月起罗换出更多指人 用石板封住洞口 顾玄武拼尽全力才推开了石板 三人回到地面 无心点燃衣服朝指人挥去 指人浴火便不敢靠近 三人决定等到天亮再做打算 天亮后他们再次来到洞口 无心划破手掌将血抹在洞口周围 接着三人便进入山洞 另一边 张显宗在月起罗的指引下来到猪头山 他要对顾玄武斩草出根 就在顾玄武往身上装金子的时候 张显宗开枪打中了无心 他命远将三人团团围住 这时墙壁上的藤蔓突然动了起来 将众人纷纷缠绕掉了起来 就连无心和月起罗也没能幸免 危急时刻无心咬破手指击退了藤蔓 他带着月牙和顾玄武逃出了山洞 月起罗利用指人解开了束缚 就在他骑着指人准备离开时 看到了被藤蔓困住的张显宗